大家好 今天很荣幸 CGate来 公司最新在储存 一个发展跟创新 另外一个我们在永续跟环保 或努力 想借这次的机会来分享给大家 那第一个CGate是什么样的公司 我们秩序为 高容量储存的一个最早的创新者 也就是说我们在 很多的储存技术 很多的隔壁 然后所以很容易的把你的资料储存起来 但是有一个更重要的 就是Unline's Value 就是由去创造它的价值 尤其现在是有AI 这个创造价值的部分变得十分十分的 我们未来的发展都会 成为一个所有这种AI运算的一个基础 等一下听我解释一下就知道 那为什么呢 第一个我先跟大家解释 在全球 看这个2022年到现在2027年 全球资料产生的 的趋势 是很可怕的 它现在在2027年预计到时候一年就产生 291个 那大家可能对lterabyte 不太熟 lterabyte 是 10亿个Telabyte 一般的硬碟1Telabyte 就很大 但是这是10亿 但是这么多资料产生之后 只有 10% 这个绿色部分 是可以被储存的 所以灰色部分等于说全部都丢弃掉了 其实是在储存部分 我们整个业界还有很大的空间去努力 来把这些资料储存写 那这些资料丢弃的其实没有用 很可惜 因为在AI运算的时候 很多大量的资料 其实是可以做来AI运算式的 然后这样一个问题 我在左边就是说 现在全球是资料创造爆炸形成的 像生成式AI这些东西 未来还有自驾车 无人工厂这些会产生很多的资料 但是要储存 resource 确实不太好 那细节要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我们今年发表的最新 ZAC 3 Plus 技术 它是一个 Hammer-based 的技术 Hammer就是热辅助图写 我们藉由这样的技术 当在2011年的时候 我们一个碟盘 是一个Telabyte 那我们现在用这个新的技术 可以做到一个碟盘 3个Telabyte 那当一个硬碟里面有10张碟盘的时候 我们今年已经宣布了 会做30TB的硬碟 那这是一个横轴 大家看哦 你看2022年是 在2024年我们今天发表了 2.4TB传统技术的 的产品 那我们是同时发表了 Hammer-Mosaic 3 Plus 可以一个硬碟做到30T的 那我们未来在2526年会有 4T 2728年会有5T 这代表说10张碟片的话就是 30 50T的 的储存容量 这种高容量储存之外 它对永续环保有什么好处呢 第一点就是 它提供了更高的效率 这样效能提升 那自然就会节省能源 第二个是我们 因为Center里面有低容量的硬碟 比如说16T 换成这个 我们可以节省45%的耗电量 哇 这个对耗能是很大很大的 最后一个就是说 改善我们可以 碳排减少55% 那 这是一个硬碟构 的爆炸图 大家可以看一下 就是说 我们现在是在 特殊的一个位置跟时空 因为资料储存是在爆炸性的成长 那你看 当有其实全球 在2020 2030年的时候预估 全球的电子废弃物 会有高达7500座 艾菲尔铁塔有这么多 我们细节在永续环保 有两个重点 在这边跟大家分享 第一个就是Security 我们跟我们的客户 供应商有做一些合作 就是说 他们有报废的硬碟 不要把它丢掉变成电子垃圾 其实 跟西捷合作 我们有回收的计划 那回收之后 对不对 西捷会妥善的处理 会recycle 不要让这些 使用过的硬碟变成一个资源的浪费 那第二个就是说 我们有一个目标在2030年 我们要百分之百使用再生能源 第三点就是说 四年 做碳中和 那最后一点就是说 能源管理 都是有 i-certify认证过 那最后一点就是说 那我们现在已经做到什么地步了呢 刚才那是目标 所以我们今天 今天我们已经做到了 50% 是用 renewable energy 就是 再生能源去做运作 那第二个就是说 我们 大量的减少了百分之九十 还有我们现在回收的计划 刚才提到回收计划 已经有 20万颗 一页 S&A已经回收了 西捷 还有我们的减 已经有1.3 这个Metric Town 汉排已经减少 最后我们还有 43.2吨的铝的回收 这样主要是跟大家分享说 西捷 除了是在储存技术的创新 也为了这个环保去做出一份努力 希望大家可以 藉由这样更了解西捷 谢谢大家